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浪的罗沙海誓的一句歌词未曾开言先转定应验了中国好声音的丑行 潘伟博一脸猛逼 这个是啥呀 全自动转意呀 卧槽什么鬼还能自己转 中国好声音在全民痛骂下还嬉皮笑脸地解释 李文的坚持正义 只能在他去世后得到伸张 近日 一段著名歌手李文生前控诉综艺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录音曝光引发舆论关注 录音中 李文生思历劫地哭诉自己在录制节目时所遭受的不公待遇 陆陆续续很多参加中国好声音学员揭露花钱转意真相 在资本市场上 伴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也遭遇了重挫 8月18日 星空华文股价暴跌23.43% 8月21日 星空华文股价暴跌31.23% 8月22日 星空华文再跌11.33% 至此三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超过50% 股价遭腰斩 中国好声音能停播 还要感谢很多正义和智慧的网友 他们也真是聪明 大家明知和大象应斗不过 就跑去充他们的赞助商 在几个赞助商的直播下 刷屏撤资就满 不得不说 这次网友去充好声音的赞助商 的确比直接去找他们理论有用 抛开表象 看看背后的资本 TMQ太过于强大 因为你顺着这条线往下查 就可以看到 星空华文的资本居然是华人文化 提到这两个公司 就绕不开两个人 一个是黎瑞刚 一个是田明 两人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校友 华人文化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就在前不久 他们还因为是校果文化的大股东 而上了热搜 而上热搜的原因 就是校果旗下的脱口秀演员 House 在表演中当众侮辱解放军事件 中国好声音的这次停播 大概率是结束了他的使命 将成为历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